螢幕彈出地震警訊 這是美國加州政府推出的 地震警報手機應用程式MyShake MyShake由加州大學博客來分校研發 地震規模超過4.5 震度3以上就會激發警訊給加州居民 增加反應時間 加州1989年10月17日發生規模6.9大地震 一公里長的奧克蘭880周期公路 就有42人被活活壓死 加州政府在大地震30年後的同一天 推出應用程式MyShake更具意義 除了讓民眾及早避難 反應到地震後也將自動上傳地震的位置 和搖晃程度 民眾也可以主動貢獻地震位置 防無損害情形和路況 進而建立資料庫 讓MyShake越來越好用 也能加速地震科學的研究發展 大海新聞 盧文錦編譯